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让我们一步千年 踏上寻访六宗远之路 柳公啊 在此治理得非常有成效 此后天资聪慧 颇有智世之能 若想重归智世 正是改变之时 巫为历史 仁义 改革未明 乃是我一生的复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寻千年文脉 有这样一位宗师 在他的座上 曾经喧嚣着长安的繁华 二十出头 便惊失险归 他也曾在孤舟上 图调 异江寒雪 三十多岁 左迁南方 从此 长望古乡 但无论 足灯青云 还是身处低谷 他始终坚守真理 在短短四十七年的生命当中 他为中国文学 留下了大量 玉树穷之般的作品 他就是 宗师 柳宗园 谈中渝可 白许头 皆若空游无所依 好一个空游无依 柳宗园的永州八纪 以卓越的示范 成为了中国山水游记的 开山之作 夫为利者 仁义也 他说 身为官员 就应当为人民做事 他的民本思想 远超他所处的时代 两位好 欢迎杨宇老师 欢迎邵永亮老师 下方好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 我们很快就要启程 穿越时空了 好 网一代宗师循千年文脉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全新推出的 大型文化继播节目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 这位宗师柳宗元 大家也非常熟悉 他是和韩玉一块 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 而且他和韩玉 欧阳修 苏世 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 那在出发去探寻 这位文学宗师之前 我们先一块来看看 他给我们今天 留下了一些 珍贵的宝藏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由耕耘美丽中国 共创幸福生活的 中国农业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唐宋八大家 盛世青花狼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由赤水河左岸 庄园酱酒青花狼 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狼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青花狼 官微官博 参与百万豪里 有奖互动 两位请 这一部唐柳先生文集 从这里面真的是能看见 不光是文章 也有他的思想 是的 所以这套五百家注云变 唐柳先生文集 它是由宋人注释 总共是四十五卷 十分珍贵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 他创作了一大批 反映下层民众新生的作品 柳宋元一生追求 立安元元 立民 安民 便民 这是他一生的理想 那边还有一件东西 来 两位请 这幅画不是柳宋元画的 它是宋代画家马远的 寒江独调图 它的意境取自于 柳宋元最有名的那首作品 江雪 江雪还被称为 世间最孤独的史 你们看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立翁 独调寒江雪 把四句诗每一句的 第一个字提出来 就组成了千万孤独 四个字 千万孤独 高洁独调 虽然柳宗元先生的 一生并不长 但是壮阔而风盈 我们看到现在 前面有三幅画面 这应该代表了柳宋元先生 人生的不同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画面 是少年时候的柳宋元 成太心 鱼眼气息 哀鸣深知多奸 将来 我一定要做一个 屈大夫一样的人 那个时候 他就以屈原为偶像 立志要为天下 求所真理了 永州下起大雪 我在千山鸟飞绝 万经人踪灭的寒江上 读调 年轻的柳宗元 积极投身社会革新 可惜啊 他参与的永真革新 只持续了 一百四十多天 就失败了 柳宗元因此被贬 离家去国 万死投荒 终生未能返朝 富为利者 仁义也 在柳州 我终于有机会 把这个理想付出实践了 早在长安为官时 柳宗元啊 就提出了 立为民意的观点 但是呢 直到人生最后四年 他才得以 在柳州刺史刃上 亲自实现了 这个理想 此刻 我的内心是真想认识 这位千万孤独中的 柳宗元先生 也想看看 他是如何在逆境当中 获得重生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步千年 去到柳宗元 创作出江雪的 永州时期 请 跟摊访团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是到了公元808年的湖南永州 而且一看过节的气氛很浓 对了 端午节 您怎么看出是端午呢 我看到龙头了 我还真是 端午节在湖南 那个时候叫江南西路 它那个过节的气氛是最浓的 因为屈原是在蜜罗头江的嘛 对端午节来源甚早 一般认为端午节可以推说到周朝 周朝 但是那时候没有端午的名字 这一天一般人叫五月五日 或者是五月初五 到了初唐的时候 就把这一天定为国家的假日 放假呀 放假一直传流到现在 没有断过 社团喽 一闻一见 走国度国 过来试试喽 这就是藏朝非常有名的社团的游戏 这个怎么玩 请看前面的木盘 木盘上接写有不同口味的粽子 以此小宫射之 射中几个 便可以拿这个香盘 去旁边换粽子吃 射中几个 得几个 我们比一比 看起来是很有自信 小时候打气球 我还没说过呢 在公园 尚老师不声不响的一见命中 对 我们试一下 您知道我看中的是哪一只粽子吗 次妃寒香粽 唐朝都说次妃就算是 仕途相对比较成功的标志了 平步青云的感觉 对 这也是我们这最特色的 四妃寒香粽 所有人都是冲趴来的 是吧 来吧 杨老师来一个 好 差一点点 方向是对的 走 力度有了 这个差一点 这个差一点 我有钱 咱们带着就是农业银行的钱包呢 最后一件定胜负 我一定要盯着那个次妃 好 我们俩一件定胜负 三 二 一 一 六 六 三 终于客官 我顺着了 客官您请坐 好好好 我去给您准备冻子 谢谢客官 您的刺妃寒香粽 您的刺妃寒香粽 过来 你这就是一个白粽给我切成片 你这就糊弄糊弄我们 客官您别着急 这刺妃寒香粽 最重要的一步 是这样 淋上蜂蜜 软糯香甜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刺妃寒香粽 尝尝尝 这可是我从长安特意学来的 我们家的独门秘方 不用内里馅料 只用上好的香糯米 制成食心粽 然后再切片 放入盘中 然后再淋上蜂蜜 吃起来冰爽可好 咱们待会去拜见柳司马的时候 给她带起她这个粽子 好 你们是来找柳司马的是吗 对 您认识她吗 我倒不熟识 不过我听说 她是之前长安的高官 也不知道因为何事 才来到我们这偏远之地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找着她 这个我 我好像看见 她总去对面的药铺拿药 不如您去问问 对面的药铺 好主意 店家 说到柳司马 您熟吗 这位是柳司马的朋友 是的 我与柳司马相交甚熟 前两年 他们一家人从长安来到永州 我们这地潮热 他们来到之后水土不服 都患上了病 因此常上我这来抓药 您能给我们纸条道 我们到哪能找到柳司马 一颗钱 柳司马的堂弟宗旨 刚上我这抓药 好像我刚刚看到她 去了那边的茶铺 诸位要不去那边看 好 有劳了 有劳了 谢谢 她到了永州之后 病患不断 所以久病成医 她曾经留下了一个方子 救死三方 听说那个救死三方 是救钉窗 破乱 还有狡气 对对对 这几种疾病 那茶铺不是在这里吗 这位是不是 是他吗 气质有冷家的风法 是的 是的 感问阁下是否是 柳司马的堂弟正夫先生 笔人柳宗旨 诸位快坐 我们这一路寻访 终于见到了柳司马的家人 自来永州 多少顾驕 唯恐避之不及 像诸位这样主动寻访的人 很是罕见 但是今早兄长 便独自去了江边 不曾与我一起 我们读到最近盛传的那首诗 《江雪》 想听听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演吧 兄长的事 是人多有了解 我们调到永州以后 兄长所认乃是闲职 连个住处也没有 从前他那些革新未民的志向 自是无处施展 他本一直抱着朝廷大赦天下 我们一家能重回长安的希望 然而 却苦苦等来的 是纵逢恩赦 不在 量仪之县的一纸诏述 那在这永州之地 就没有任何人 给他带来任何宽慰吗 早些时候 由兄长的母亲时常开解 他还有几日笑颜 二人最常读的是黎骚 也算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种 相互鼓励吧 伯母时常以屈大夫的精神 来教导他 还记得 尚在兄长年幼之时 河北藩镇叛乱 伯母带着年幼的长兄 从长安逃往下口 柳宗元出生于唐代的高门大姓 河东柳氏 他的母亲卢氏亦是饱读诗书 自柳宗元四岁起 便对他悉心开盟 公元七八三年 为了躲避藩镇割据的战火 年仅十一岁的柳宗元 跟随母亲从长安来到下口 投奔父亲 放手 你放 放手 你放 放手 你别想跑 给我踢吧 元儿 别想跑 元儿 哥 孩子快起来 快起来 没摔着吧 孩子 好 别想跑 阿娘 踏脱咱们家橘子 元儿 我没痛 我是贴 我一定会讲那么晚晚呢 胡说 既然是贴 干吗不敲门 元儿 孩子 听口音 你像是从北方来的 嗯 我家那边打了仗 阿爷带我和妹妹逃了出来 又说跑到了这里 那你阿爷呢 阿爷说要去找事的 就再也没回来了 快 把阿娘刚才摘的新鲜的橘子拿来 快去 孩子 来 饿了是吧 来 甜蛙 快 你忘了咱们来下口 找阿公是为什么吗 我被他翻着 打到了橙 那天和咱们一起 他主权的好多白信 对不起 拿着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太少人了 快快快 快起来孩子 以后啊 再来这儿记得敲敲门 去吧 快给妹妹送过去 天保之乱 刚刚平定了才二十年 怎么又打起仗了 银儿 想什么呢 什么 不过是给了他几只鱼子 便被千万千 觉得受之有愧 原儿 还记得阿娘跟你说的 驱死说过的那句话吗 爱民甚至做肩 天底下 那么多流离失所的人 咱们该怎么帮助他吗 你要能像驱子一样 坚持本心 不改辞职 总有一天 一棵小树苗 也能撑起一片片绿荫 我明白了 阿娘 这就叫身过难洗 更衣窒息 母亲卢氏 对柳宗园影响至深 公元八零五年 三十三岁的柳宗园 被贬永州 卢氏随行 路途闲远 家之南方气候湿热 卢氏到达永州后不久 便离世了 母亲去世后一年 柳宗园才凑够资财 将母亲灵舅送回长安 而他自己则因戴罪之身 不得离开永州半步 而他自己则因戴罪之身 不得离开永州半步 可乐 我不是在哪里 可乐 叫她 Christians 不得离开永州 大学 大学 有一名 大学 再走 再走 老兄 是臣到了 尊敬也该启程了 这一路老人 我给你吃 表兄这是何意啊 陪母亲回长安 万万不可呀 这要是被人看见 必获重罪啊 不孝之罪 也是万无可说 表兄 表兄 你是远迁之神 并没有圣旨 不能离开永州半步 你忘了吗 表兄 万万不可呀 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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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中孝南两全 姑母她已经替你做了选择 表兄可还识得这个 说你看到此书 必会明白他的用心 你速 AND 车 你速公断 像个女孩 你速公断 变火 你速公断 你速公断 来 当你速公断 明者不到往事 穷于大 顾不于死 儿明白 但儿的心 不爱 表兄 放心吧 我会把姑母平平安安送回长安的 我会把你拒绝 永贞革新师败后 旧有同僚接连去世 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 也以事成辞 柳宗元于万分悲怆之中 写下江学 千山鸟飞绝 万经人宗命 孤舟梭立关 读掉寒江学 伯母的死 对兄长的打击是巨大的 自那以后她更加地估计 时常一个人 静坐江边有时一待 便是半日 放着落空到背 贬到这样一个偏远蛮荒之地 然后母亲去世 她还没有办法扶林送母亲回故乡 这对她的打击确实是巨大的 也是在伯母去世的这一年 她曾经一同参与新政的同僚们 渝州王四户被圣上赐死 看一周王四马 还有她的智友林公也均并故于调任之地 新政的落败 本就让她一腔热血付诸东流 又遭至亲就有接二连三的离世 身残家破 万事瓦裂 堂兄承受之苦 失重了 不知道先生一般去江边的话 会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吗 就在我们所住的龙兴寺不远处 诸位 那就请随我前来 谢谢 谢谢 那边垂掉的便是堂兄了 请诸位在此稍等片刻 好 好 好 我去告证一下 多谢 多谢 兄长 有几位友人想与您探讨江雪这首诗 我把他们带过来了 看来没戏 没事 我们已经 看到先生摇头了 兄长言江雪不过是他雪天 随心而坐 并无什么深意 也没有什么能与诸位探讨的 还请诸位理解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强人所难 多谢诸位 后悔有期 后悔有期 柳宗言 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心境 经政失败 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 好多都离他而去 对 然后自己被贬折之后 不得谅意 那死刑犯都赦免了 都轮不到他 就这种情况下 难怪他会写下千万孤独 所以我觉得江雪 实际上就是他现在的 心境的真实写照 您觉得 是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柳宗言 他的心情是 灰冷到了极点 也绝望到了极点 朝廷的诏令 连着下了刺词 一直到刚才所说的 赠逢恩赦 不得谅意 对 所以你看这个江雪这首诗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所礼物 独调寒江雪 它有一个从远到近 从外到内 从大到小 从物到人 这样一个聚焦的过程 千山鸟都已经飞得 不见踪影了 万条小路上的人 也都不见了 这时候 由大而到小 由远而到近 落脚到了孤舟梭立屋 而且最后又落到了 那个独调寒江雪 聚焦镜头 放到了独调的动作上 于是这个独调呀 就反映了柳宗言 在千万孤独的 这样一个环境中间 傲然独守 独调的那种形象 其实瞬间是 充盈于天地之间了 被放得无限大 柳增原和刘雨昕 是同科进士 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相识了 后来又一起参加了 政治革新 又一同被贬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寒柳的称谓 那主要是就他们的 文章知名度而言的 如果从个人情义方面来看 刘柳这样的一个并称 更为显亮 用柳宗言的 一首诗中的话来说 她和刘雨昕 是二十年来万事同 刘雨昕跟柳宗言 是医生的至交好友 刘雨昕应该是 非常了解柳宗言的 我们也许可以从 刘雨昕那里打开 了解柳宗言的一扇门 那咱们事不宜迟 走 走 好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由耕耘美丽中国 共创幸福生活的 中国农业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唐宗八大家 盛世青花郎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由赤水河左岸 庄园酱酒 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郎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青花郎 官微 官博 参与百万毫里 有奖互动 台痕上阶绿 草色入莲青 你说要找刘雨昕先生 我就想到他这个陋世名 你看这里真的 既有那种文人雅趣 又有烟火气息 而且确实像藏龙卧虎之地 那应该就是孟德先生吧 应该是的 敢问先生可是 刘梦德 刘公 正是 我们一路从永州 打探先生的住处 找到这里 终于见到先生了 永州 那可是子后所在之地 没错 我们此行 就是为柳司马的事来的 诸位 请坐 谢谢先生 刘公近况可好 清幽之地 与两三好友 饮酒品茶 父亲赌诗啊 此等岁月啊 我还是依然自得 诸位刚才说 是从永州前来 对 可是见过子后了 对 子后先生 心情不是太好 没有和我们交谈 子后的性子啊 就是如此孤傲执拗啊 我应该啊 长去心劝劝他 天下人都知道 柳柳之交 情义深厚 但是两位先生 是怎么成为好朋友 子后出身河东柳氏 年少时天赋一饼 整个长安城都知道有这位少年天才啊 那时啊 我对他便有所耳根 后来我二人同科登帝 相识之后 我对他更是欣赏了 他天资聪慧 颇有志士之能 众术 郭陀陀的几句话 他便能捂出 顺目之天 以致其姓烟儿的安民之道 匠人的修主之术 也能引他辟语 则天下之士 是称其直 居天下之人 是安吉 顺目之天 以致其姓 像这些话 我们都太熟悉了 我现在教导我们家那俩孩子呀 就老想起这句话 其实就是 因财师教 对 当然对于个人生活来讲 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 顺其自然 对 诸位说得太好了 证明你们都看过子后的文章 而身体知其用意呀 其实真正对子后先生了解 非先生莫属 当年两位参与革新其中 而子后先生的参与 据说跟您有关 说与我有关 不如说与百姓有关 大唐几经叛乱 燕贼当道 方阵抗命 有志之人 都与有所作为 我与子后 自然也是如此 这故事 得从我二人 绑下结石讲起 当年 我二人一见如故 这志士理想 也不谋而合 公元七九三年春 柳宗园与刘雨夕 同当进士 二人志同道合 结为知己 自此一生进退与共 大王 大王中了 中了 中了 太好了 今晚我走走 好 请大家喝两杯 走走走 走 接过去 接过去 谢谢 我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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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怎么可能落榜 我在他刘孟德之后 刘孟德 景慎也 好像听说过 科举取势 文章师父皆有公断 其实你我可以 妄意高下的 他就是刘孟德 是啊 这刘孟德和这位考生 都出身形养 却门第悬殊 这刘孟德已借寒门儒生 年少成名 好 你倒跟大家说说 你都写了些什么 自然是 天下百姓所有之事 当今圣主 所求之能 穷门小户 你能有什么见识 我就不信 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东西 来 拿出来 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这刘孟德还是年少 这位考生他家的势力 在朝中盘根错节 岂能容他当中奚落 竟是一颗 为财是菊 你又是谁呀 在下 刘宗元 刘宗元 新科既是刘宗元 不会是河东柳氏吧 就是明门之后 就是十三岁能写奏表的 为何替他手啊 为何替他手啊 我只不过说几句公道话罢了 我朝自开国以来 为何要广开科举取士之门 不正是为了要放下门阀之箭 广纳贤才吗 所谓世家大族跪在何处啊 跪在立身之责 跪在治国之用 而非跪在依此妖皇 目下无人 你少在这夸夸弃谈 我告诉你们 就凭他 就算当了官 还也走不远 勋贵之家 亦有不才之子 寒素之门 岂无壮志之人 这位仁兄 虽然是出身贫寒 却至存高远 将来 若能为国尽忠 为民谋事 以后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 光耀门美 得百姓爱戴 祝君说 是与不适 好了 好 好 对 对对对 好 好 好 宇 这位仁兄请留保 多谢阁下出演结尾 在下刘雨昕 久仰大名 幸得一见 这位仁兄 河东 柳宗元 茶者 南方之家目 孟德也喜欢读茶经 我素来好茶 这陆宏剑的茶经 你别看他句句说茶 实则字字论人 不是精行简德之人 不可与之谈 事之家目者众 陆宏剑说茶 出大夫论局 尽得今日梁鹏在座 我 莫德 三费一毙 来 来 莫德为何叹息啊 眼下朝野看起来太平无始 其实危机四伏 如果能多些像死后这样 放下门发之剑的俊才 该多好 必须野鸣法队 防止那些宦官再继续作乱 同时 层层选拔才德之人 进入到地方 防着那些藩镇势力 继续扩大 死后果然深谋远虑 如果真能这样 何愁国不安民不宁呢 若是死后为医者 该当务 既然是重病 自然得用猛药 要改 当改 必改 不从强 我刘雨昕能遇到 同心共志之人 贤弟 你我皆是家中独子 不如以后 便以兄弟相长 我也正有此意 我虚张你一罪 便是兄长了 孟大兄 贤弟 今日便以着佩剑为信 托于显地 变革之徒 万无相 谢过 孟大兄 十二年后 公元805年 唐顺宗 李宋即位 重用 锐意求心的 王淑文等人 柳宗元 与刘雨昕 期盼已久的 革新时机 终于到来 当时 外有藩镇割据 内有宦官乱全 其中 民怨最为沸腾的 是宫室制度 宦官借此制度 名义上带宫中 向民间采买物品 实际上 却是强买强卖 掠夺民财 师父呀 我这妙小 不要不惜您的身影 让你一帮圣人养阴 是你几辈子 都修不来的福气 你看看 这里哪有鹰啊 什么 我明明是告诉你 觉得鹰 怎么说没有 你让大家看可放 有还是没有 看见没有 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见了吧 大家都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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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 大家都看见了 怎么就你看不见 放小儿 放小儿 我赶你拼啊 你看看 你这燕丝 你这烟囚 你这烟囚 新帝初登大堡 禁止惊扰百姓 你还敢打这圣人的旗号 带着胡躲卑微 安丁没事吧 这是谁啊 不知道啊 赶索王氏啊 在这条街上养了二十年的义 什么女朋友小关 敢跟我们斗 刘宗元 刘雨昕 这不是新生的两位元外郎吗 小小的六品元外郎 也赶紧孤里子吃 他们可是王书文的人哪 这王书文可是当今圣上的重臣啊 怎么错误 多谢 多谢二位元外郎 你们走吧 快走吧 这是为何 他们这些 给宫里养鹰的羊犬哪 恒星戒色二十余年哪 好 他们什么都不怕 他们一定会报复你们的 就怕他们不敢来 如今新帝登基 若想重归至世 正是改变之事 我原来 从别人嘴里也听说过 要改 要变 可这慢慢的 子侯 这些年你我说过的 兴力除弊之策 在府中 酝酿了千百遍 如今名声成鼎妃之事 现在不便更得何时 新者一旦退出 乘则国性敏暗 若有差池 你我恐怕 难得善过 不过是抱着众生 依此身体 公元805年 以汉林学士王淑文为首的 革新派成员 推出了一系列 新力除弊的举措 史称永真革新 革新派取缔公事 沿进五方市长 释放公民和教方邮林 以减省国库支出 停坝盐铁史进县 免除科捐杂税 遍触摊官污吏 这些政策 极大地宽解了民生 哎呀 这牌子说下就下 然而由于永真革新 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 仅维持146日 便以失败告终 来 小铜 杀恩立举交价 你倒是立位不乱 我知道 宋长 是为何事儿了 太子心灵 云县任谦 藩镇宦冠 内外苟结 新政 也是强陋之梦 晖天无礼 王书文学士的辩兆一家 下一个 想必就是你我了 虽万寿并弃 我柳宗云 绝不耕乎其名 早知有今日 我定不能 将我引荐给八连 年累你 口门归宠 请和我们 一同陷入这根险阱 游孟多 你在说什么 险帝 乌为利者 仁义也 务事为官 改革未明 乃是我一生的夙愿 与他人又有何感 兴儿与君 并肩同行 我 亦是 感慨之之 我柳宗云 此生 得意知己 夫妻何求啊 兄长 你可还记得 那日赠我宝剑之时 曾立下的誓言 不已 人家性命没有 扮演 国家黎民为重 两人同事 本应 甘苦已故 祸福同担 臣氏兄长 我宁愿 以身殉道 但是我伤心 我伤心 你我曾约定好 要重开这生事 恐怕看不到 死后 我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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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真 革新失败后 柳宗元 被贬为永州司马 刘雨昕 被贬为朗州司马 九年后 二人才得以再见 公元八一五年 两人再次分别时 柳宗元 写诗赠刘雨昕 二十年来 万事同 今朝齐露 呼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 万岁当为 临舍翁 这便是心正之事 纵我二人 心中有无数难言 如今也只能 接受这长处了 您二人同被贬政 蛮皇之地 为什么孟德先生 您却可以表现得 如此豁达呢 心正败落 理想受挫 长安北望三千里啊 我却只能在此地 听取难淫 怎么会没有愤懑愁绪啊 但是我转念一想 人生不过百年 启落 浮沉乃是常态 为此探婉 实在是浪费光业 那您心中的大唐梦想呢 难道也不再想了吗 自古逢秋悲伎了 我言秋日胜春照 明山晴空 净水红叶 谁说这秋景就一定萧瑟呢 在我看来 他与春日之美 不差分得好 当然好 我相信 只要是千锤百炼的宝剑 纵使蒙尘 纵使赞风剑鞘 终有一日 会有出鞘之日 无论这世道如何变化 我的心始终坚如地中 盛世之理想 我绝不会动摇 看出来了 先生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 以茶代酒 为又一春 敬先生的理想 敬先生 谢谢 我觉得刘宫跟刘宫比 感觉他的心态更平和 甚至感觉他 有点过于乐观 他在谭笑有红柱 往来吴白丁的这个漏室里面 甘之如鱼的感觉 您说到的那句自古 逢秋悲伎了 我言秋日胜春照 就那种豪情觉得哪像一个被贬折的官员 他被贬到朗州这样一个边缘之地之后 他善于自我排解 在这个方面 他比柳宗元做得强 对 无论是在刘宇熙身上 柳宗元身上 他们对于国家命运 似乎有一种使命感 就是无论我在哪 无论这个革新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们内心永远都没有放弃的念头 就仍然还想再有机会 能够继续为社会能够做什么 柳宗元思考的问题 他是非常之广泛 他从历史 政治 宇宙 人生 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 他虽然出身于高门大姓 但是他特别关注小人物身上的那些闪光点 从他们身上去发现一种生活的智慧 所以就刘宇熙也感叹说 柳宗元这样的出人之才 竟无实为 也就是一身的本领 一身的对社会的深刻认知 但是没有舞台 没有机会去发挥 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所以刚才跟刘宇熙先生聊完之后 我们才发现革新失败 母亲过世 家国双双不能报答 这可能是造成柳宗元先生就内心此刻这种千万孤独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可是他在他早期那个千万孤独的江雪之后 他也曾试图走出这样一个困境 通过游历山水 接触民生来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开示 所以上次我们去没有见到柳宗元 您觉得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再去 可能机会更大 我想就把它放在他元和四年 搬出龙兴寺之后 创作了相当一批作品的元和六年 我们去寻找一下他走出千万孤独的深层原因 希望我们这次运气好 应该会有所收获 这次我们要去 是跟上一次见到柳宗 已经相隔三年 这个时候的柳宗在永州状态怎么样 要比三年前要好了很多 到了元和五年 他又在冉西搭屋建设 有了自己的一个新居 搬进去之后 游历的范围就扩大了 是 一些快智人口的明天 就是这个时候陆续写下来的 而且这个冉西很有意思 柳宗元全部把它改成了 鱼 鱼泉 鱼钩 他开了一个池子 又把它命名为鱼池 为什么他会把所有身边的这些景观 都用鱼字 当时的人们也有同样的疑问 我公就专门写了一篇鱼池队 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他在鱼池队里边说 我之所以把它们都命名为鱼 就是因为这些景物 无以立事 无以立事就是对社会没有用处 我现在被朝廷发落到永州这个地方 对社会就失去了用处 我就是鱼人 以鱼人割鱼锡 那么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味在里边 这里边他既是表现了 他对这样一种自然景观的同情怜悯 但同时又充满了反讽之意 这次去我也想好好地问问先生 读掉韩江去 我看差不多了 好像前面有一片郁郁葱葱之地 而且景色宜人 我估计应该快到了 唐宋八大家盛世青花狼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由赤水河左岸庄原酱酒 青花狼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狼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青花狼官微官博 参与百万毫里有奖互动 这可比当年的龙心寺强多了 看得出是精心布置过的 嗯 但不知道在不在家 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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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昧来访 切莫见怪 诸位是 您还记得吗 三年前 在永州的山下江边 我们曾经与您 有过一面之缘 东芝与我提过此事 外面雨大 我们进屋手 多谢 多谢 我看先生 这个小院 布置得也很别致啊 我很喜欢先生这个小院 跟我们看到的 孟德先生的居所 还真的不太一样 虽然感觉好像都是 怡然自得的那种风格 但是先生这里 更加有那种山水之争趣 先生会装修 诸位已经见过孟德了 他还好吧 刘公也非常地记挂先生 托我们带来问候 那就甚好 还未问过 诸位几番待访 所为何事 上次我们来呢 就是想问问先生啊 关于江雪这首诗 背后的故事 这首是我三年前的救所 的确是喜爱者众多 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高见不敢说 我想如果没有经历过 先生这样的困顿 可能很难读出 诗中的那种孤独很冷 是人皆感慨 这千万孤独 而我更在意的 却是这独调寒讲 路上来的时候又听到 大家都在传 先生近来写的一首诗 渔翁夜蚌西岩素 小极清香燃褚竹 烟梢日出不见人 哀乃一生山水鹿 灰看天际下中流 岩上无星云相处 对啊 都是渔翁 但是前后大相敬临 先生的心境是因何改变呢 我曾自诩越遍千山 可有一日 我与有人步入西山才发现 原来在那山林深远之处 竟有奇觉之色 那山边小潭小秋 一处处归美幽丽 别有洞天 他们纵然隐于身处不为人知 却依旧各美其美 我又岂能因为头荒万里 便一蹶不振 再加上之前还遇见过一件 令我感触颇深之势 柳宗园在永州期间自建渔居 与田家侨夫交朋友 深续明晴 在山间采药时 偶遇的一位捕舌老人 更是让他感慨留身 没有原因 不准备 正呢 非常重 至近 很重 这是毒蛇 官人今后进山 还是要小心一些 老蒋 是你 你是 柳丝吗 老蒋 你怎么还在这里捕蛇 我记得我写信给他自食 让他更换你的差事 难道他没收到我的信 就因为你这方机 你害我在刺事面前 求了半天的情 这才允许我干这差事 我 我就不应该救你 老蒋 我是在帮你 帮我 那日我在医馆 分明看见你叔叔 就是惨死在这毒蛇之下 我听那郎中说 你的祖父 你的父亲 都是因为捕蛇 所以我 你是从外地来当官的吧 你应该也都不知道 我的乡邻们 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 全部的收成还不够赴税呀 现在村子里头 死的死 跑的跑 没剩几户人了 当我每回爬起来的时候 能够看见缸里的蛇孩子 我才能睡得踏实 要不是捕蛇能抵税 我早就跟他们一样了 原来你是因为抵税才捕蛇 不然呢 不然谁会干这个 啊 永州这儿的蛇 黑至白彰 虽然质毒 但是可以治麻风陋力 因此周牙征集 可怜我们一家三代 为了几口吃屎 是 所以才一直干这个 可是不舍毕竟太危险了 是危险 但是日子还能过 总比乡邻们好得多 不得多 孔子曰 苛正笼于胡言 无常疑无始 竟以蒋师馆之 由兴 恶虎 熟知腹脸之毒 有甚是蛇者祸 我把老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没想到这篇古蛇者说 竟传得远近皆迟 前段时间 饶舟次使还特地来信问我 应当如何实行水账 昔日在长安 我便有一主张 文章之诗 不为唤取名誉 而为记述事实 腐蚀即悟 为当下的时代 为眼中所见之事发生 如今 我虽身处永州偏远之地 司马一职 也是有名无师 可又怎能忘记百姓的忧患呢 我便想 不如重拾旧品 记下所见所闻 所感所悟 这些道理 即便当时无人能懂 也定然有益于后人 宁为有闻而死 不为无闻而生 这是先生的名言 侨夫 田家 捕蛇人 都是我的邻居 我倾见其几股 人生他世 真的已经从千万孤独当中走出来了 我觉得真的是永州的山水 永州的人民给予了他太多 他也留下了一份厚礼 永州八计 我发现他写《山水游记》 也有这样一个特点 他写的不是那种 名山 峻岭 或者是大江 大河 他就是幸不走出家门 附近的那些很不起眼的 你可能一步跨过去 你可能不太那么在意的那些小渠 小池塘 对 它都能够写得栩栩如生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景观 大多名利清新 可以说它是用文字 创造了一个极致秀美的山水空间 他在我们熟知的名篇《小诗谈记》当中 写山之景 青树翠蔓 蒙落摇坠 参差批伏 写《西流》是 如鸣佩环 心乐志 观潭中于时 已然不动 触而远逝 往来西乎 他对《山水》的描写十分立体 不单令人身临其境 而且真正地做到了 一切景欲皆情欲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游山玩水的这样一个文人 他是真的把这些小山小水当成了他的知己 跟他们在进行一个心灵对话 对 他的那些预言小品写得特别棒 潜驴即穷 庞然大物 都是从他那些预言小品里来的 是的 你从他的预言里能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 而且他的很多预言故事呢 其实是在为底层的百姓发声 我觉得这也是他立为仁义思想的另外一种提醒 提到的这个捕蛇者就是他那种民生罪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嘛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很犀利 但是我们又能够对这个捕蛇的讲师一家的悲惨产生共情 还能够对为证者起到当头棒喝的那样的作用 他的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啊 其实恰恰是他文学的滋养 如果他不是有这样一个经历能够直接接触到基层的百姓 能够体察到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困苦 那这样的文学作品你是在书房里是诞生不了的 有很多作品啊 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和阻力相互碰撞 最后产生的结果 大唐王朝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大臣 但是后世多了一位唐宋八达家 是的 是的 公元815年 柳宗元和其他几个被贬的官员曾经有一度短暂地被召回京城 对 结果没过多久又被贬出去 而且贬到更远的地方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和在永州又有所不同 对 因为在永州他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司马 是阳外司马 对 到了柳州他当次是吗 实职 实职 有实职 一周的最高长官 他可以把他当年那个立为民意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所以要想看看柳宫是否能把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 在柳州这片舞台上能够通过他的实感实现 我觉得咱们应该去柳州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穿越到818年的柳州 我们去看一下 好 柳宗元被改变为柳州刺史后 对当地买卖和滥用奴婢的现象一直深恶痛绝 于是几番明察暗访 力图禁绝蓄炉之风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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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使点劲啊 老大 这种人来了 好 走 刘始云贵人侵踏见地 有失远迎 不知市军突放码头 所为何事啊 你们这合运 承担着柳州往来的商贸重 本官助理一方自当请责 所以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需要解决 市军 请 请 请 市军 只要您在 我们一切都好 以前呢 咱们合运都是往州里边进货 自打您来了柳州以后 这儿 往外卖的货几倍地涨 现在的货船都已经不够用法了 怎么这么不小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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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军 从瘦州高预来的茶 您去品一品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平时雇来的船工的 绝对没有 实不相瞒 他是卖来当农历的 你叫什么米子 小乙 你看看我这脑子 来来来来 慢点啊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这个孩子呀 命苦 在家连饭都吃不上 我这儿管他一日三餐 顿顿都得吃我这么大一碗 小乙 你来的时候可壮士多了 来来 小回小心点啊 走吧 来来来来 小军 我带您去货舱看看 有刚运来的桂布 茶叶 只要您喜欢 我叫人亲自送到府上 不必了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晨颜 来 我们走 晨颜 刚才的事情 有没有觉得哪里的对境 那孩子 这孩子自称欧义 可是他身为奴 何来的姓氏 莫非是有名有姓的良民 被过贩卖雷物 在我柳州境地 绝不允许掠夺 虐待奴隶之事发生 倒是这个张五郎 我很想看看他的水 到底有多深 师君 在咱们柳州地区姓欧的 多没查过 不如咱俩去茶园看看 去看看 唐代的奴婢没有姓氏 有姓氏者皆为自由民 按唐代律令 自由民不可被卖身为奴 请问这位乡党 恶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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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人的恶人又来了 乡党 乡党 您等一下 乡党 乡党 别害怕 别害怕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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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害怕 我们不是恶人 是来救人的 欧乙 您认识吗 欧乙 对 认识 那他家人可在 欧乙爹 欧乙娘 乡党 快来啊 这有人说他能救欧乙啊 来 来 慢点 慢点 是你能救我们家孩子吗 老人家快快进去 我听说欧乙 可是被你们自愿卖给他占卫了 胡说 我们怎么会卖儿子呢 这前年收成不好 为了买秧苗 我们借了点钱 可这本利一起算下来 一年以后要换的 那是好几倍啊 我们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啊 他们不给钱就抓人呀 你救救我们的孩儿啊 二位老人家不必着急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 尽快将欧乙给赎回来 清天大老爷啊 谢谢 谢谢 欧乙也被带去抵债了 我儿子爷那好几个也不见了 姚爷 在 马上派人下去 统计一下 类似的事情 在附近的村庄 还发生了多少起 是 柳宗园发现柳州 点贴良人男女 做奴婢驱使的现象十分严重 于是决心为柳州百姓 废除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是决心为柳州 是决心为柳州 自然风景堪称一绝啊 柳宗园就描述过这里的山树 说是月绝孤城千万峰 江流七四九回常 但是那会儿柳宗园被贬到这儿的时候 这儿好像人口才七千多 人烟稀少 而且在中原人的心目当中 这就是一个丛化之地 杖力之乡 虽然说原始森林是您覆盖面积很大 但那个时候猛兽横行 蛇虫到处都有 所以中原人会弹之四变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印象当中不一样 对 确实也是改变了当地的很多 柳四史重柳柳江边 对 它是改变环境 改变当地经济面 这是柳宗园在柳州任四史的第四年 可以看出柳宫在此治理得非常有成效 柳州的变化大 那咱们就可以直奔刺史府了 好 好 到了 到了 柳宫 这是差点没认出来 别来无恙 大军 许久不见的 您这匆匆忙忙的去哪儿啊 我正好有急事 要出去一趟 好 撒军你既然来了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可否陪我二人一同去演一出戏 只是这出戏会有几分危险 不知撒军 演戏 那我只能说您眼光太好了 这三人当中我的演技最好 至于风险嘛 反正之前军营里的刀光剑影 我都见过 既然如此 还请二位客人先去府上歇息 我们稍后边来 好好好 那你们两位等我 稍后请 好 这是要演个什么角色 台词和戏份多吗 这样 我先带你去换身行讨 再慢慢与你到来 好好好 面对柳州百姓被迫以男女孩童抵债的残酷现实 柳宗元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举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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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元主啊 您在柳州经营甘蔗园 那可是大买卖 撒某出到柳州做些小生意 还请您多帮着 撒军是做木材的 我可比不了啊 哪里 哪里 你需要努力 这门路没人比我更了解了 等会儿人来了 您就按我说的价钱谈 转快 事成之后 撒某定有重心 好 好酒 好酒 小二 没酒了 董元主 生意 我 我郎兄 来来来来 入座 这位就是要买奴隶的撒军 撒军 久仰 久仰 来来来 入座 撒军 奴隶 我这儿要多少有多少 只看撒军的口袋深浅了 您看 我像是一个囊中羞涩之人 只不过 我这儿做的可做木材生意 要的奴隶 那都得有一把的力气 你呀 找对人了 我那儿什么货色都有 这么跟你说 我有一个名册 年纪 体型 里面全都写得很清楚 你要是看不明白 到码头上看一看 撒军 董元 你别动 快上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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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啊 你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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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快 快 狮子 哪里跑 别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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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军 你这是做什么呀 失踪 失踪和敌债的人口 基本都对得上 您看 欧乙的名字也在这儿 强辱良名 贩卖奴隶 你该当何罪 张武朗 你们认识 对 别动我 刘子军 我不过是个小买卖 泉州多少大户相伸地 仰赖着我 他们才是大买卖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想抵赖 你抓我没用 但你要得罪了他们 你这个官 也坐得安稳不了 不为利者 仁义也 若图安稳 我根本不会挡这个官 让武朗强辱良名 贩卖为奴 董元主 买卖奴隶 按大唐律法 接触绞刑 今日许 泉州释放所有奴隶 如有不遵者 按律论处 好 好 好 带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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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柳四十 谢谢 尝尝 小姨啊 尝尝 谢谢 甜的 娘 你也尝尝 甜的 对 拿回去让大家伙 都尝一尝 等过些天 我教你们种这荒甘树 多谢柳四十 谢谢 谢谢 回去吧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期间 颁布了一系列措施 禁决人口买卖 针对当地的民风民情 柳宗元还建议推广医学 以破除迷信 种树枣井 以改善民生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 他将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 在柳州进行了 不遗余力的实践 先生刚才搬行的政令 大快人心 老百姓这会儿踏实了 二位就等了 柳宫 请坐 好 之前我们在永州 一路听到的 都是您的文明 互相学子 不愿千里 向您求教 您都倾囊相授 今天我们到柳州的街道 看到的是 安泰繁华的景象 这可是您踏踏实实 干出来的实际啊 是 严重了 作为刺史 造福一方百姓 本就是分内之事 柳宫啊 您这叫过分谦虚 刚才我听您还说 要教这个当地的百姓 种这个黄甘 前些日子 我带领百姓 去城西北开荒 发现一处立于种树之地 我想若是种上几百株黄甘 待到根生叶长 硕果迎吃 只能会几百姓 便约定 亲手将这御术之法 交予大家 这叫授人以御 不如授之以御 对 您自立 甘自来 耳心安居乐业 便是立者之愿 周军 远道而来 亦水土不服 使君这儿有螺丝汤 周军 请你们品尝一下 螺丝汤 这也是柳公的发明吧 我早就听说柳公啊 研读医书 精通草药 没想到您还是位美食家 大军见相了 四年前我出道此地 周册劳顿 身体不适 偶尔觅得着螺丝汤 喝完之后 我的身体湿热和水土不服 竟好转了许多 后应味道鲜美便推广开来 诸位出道此地 可以多喝上几碗 我知道一种螺丝汤 比这个更猛 有机会一定请您品尝 四处不比长安 环境恶劣 有诸多张帝特有之症 近年来我与孟德也 一直在砖研药理 美育良方 便将其整理记录 指望能解决些百姓疾病 说起刘公 您在来柳州之前 还曾经想用自己的柳州 跟他被调任的波州 向调换是吧 前次告别诸公后 我与孟德曾被召回长安 不足粤鱼却被再次调任 而孟德认地竟是那山高水远 路途险恶的波州 孟德他八十岁高龄老母 又怎受得了如此周车劳顿 于是才尚书朝廷 靖秋与他调换认所 虽然未成功 索性梦德也因此改调连州 今日有限再见诸位 恰有一事相托 请说 这一两年来 我自敢 枯搞之身 一日不如一日 一刻不敢怠慢 白日忘身于政务 入夜则悉行于书稿 只盼望 能把这些浅薄之剑 悉数记下 这些文章 可否替我 待去给予孟德 望他日后 帮我整理成绩 为后事所用啊 刘公放轻 我们一定做到 这是 这封信 还请萨军 一起帮我交给孟德 五儿年岁尚幼 如今看来 也须得托付于孟德了 六公您这也许 多谢主公了 能带我将身后之事 托付孟德 也算是了却我一桩夙愿 如此 我便能心无挂矮 静心于这柳州的 治理之中去了 若为画得申千亿 散上风头 忘故乡 只可惜 长安 我怕是回不去了 大军 今日我与百姓相约 与城郊同众皇干 我先行一步 先生保重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由耕耘美丽中国 共创幸福生活的 中国农业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唐宋八大家 盛世青花郎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 由赤水河左岸 庄园酱酒青花郎 独家特约播出 第五代青花郎上市 扫描屏幕二维码 关注青花郎 官微官博 参与百万毫里 有奖互动 手中皇甘 二百株 春来星夜 变成鱼 好诗啊 柳公 大军 怎么是你 实不相瞒 我们三位 是从后世千年 追随您的足迹 一路到此 千年之后 先生曾经说过 贤者不得之于今 必取贵于后 您的思想 文章 传颂后世千年 您的功绩 也被后世百姓 一直铭记 先生 可愿随我到后世 去看看 千百年后 若真取贵于 千百年后 我看或不看 又有何妨 千年后 这柳州城里的百姓 生活得怎么样 先生 您不想知道吗 千年之后的百姓 我何以见得 千百年后 先生若是信任我 请 请 您先看看这儿 熟悉吗 岭树重浙千里目 江流取寺久回城 昔日我与柳州登高圆眺 如今这山水 与我当日所见 颇有几分相似 山还是那个山 水也是那个水 只不过 这是千年后的柳州城 这些高楼大厦呀 就是今天柳州百姓的居所 百姓竟住上这高楼广沙了 您想想 当年您被贬到柳州的时候 这个地方才七千多人 今天的柳州 四百一十九万人 这是个大城市了 我想 能够让您当年的这位刺史 站在这儿 看一眼今天的柳州城 也是柳州人心中的一个夙愿 柳公 想不想看看今天 普通的柳州百姓 日常的生活 我带您去转转 如此甚好 走 柳公 您看 这小街市热闹吧 当年啊 您一直期望明自立 现在实现了 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小商铺 因为现在社会环境安定 太平 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途径和方法太多了 无分贵尽 一世同日 如此大同 甚好啊 您还记得吗 当时我穿越到千年前 柳州见到您的时候 您不是给我推荐了一个 那个去湿的粮方 螺丝汤 千年之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螺丝粉了 您来碗尝尝 好啊 老板 来两碗螺丝粉 咬咬咬 好 您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有些像当年螺丝汤的味道 但又有所不同 这就是千年前您推荐的螺丝汤 经过千年后的发展 加入了不同的东西 变成了今天的螺丝粉 但您别小看这一碗粉 这现在可是个大产业 而且是个全产业链了 去年一年 光是螺丝粉的产值 超过了六百个亿 而且带动了三十万人的就业 所以老百姓都说这是一碗致富粉 没想到这一碗粉 竟有这么大的能量 您别看这卖粉的 连养螺丝的农民 都靠着这个发家致富了 农民靠养螺丝发家致富 那 赋税呢 当今赋税如何 国家 已经把农民的赋税都免了 不光免了农民的赋税 而且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鼓励农业生产 现在的企业 也在这种政策的号召下 给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帮助 您比如说 种黄甘的农民 养螺丝的农民 如果没有资金了 不用着急 他只要打开手机 进入农业银行应用程序 很快就能申请到农户贷款 这样一来农民增收支付 就更方便了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想想当年您带着柳州的百姓 还在开荒种地 您再看今天这生活 这叫翻天覆地 如今百姓自由复属 当家做主 这真是我心心念念的立安元元啊 没想到这盛世竟然实现了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带您去看看 先生 那咱们即刻启程 请 走 这是何处 这是后世为了纪念您 专门修的死亡 当年您在柳州的时候 推行新令 教化民众 柳州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地发展 这种变化 累积到今天 已经是翻天覆地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 知道了柳州 所以柳州人 对您非常地爱戴和敬重 称您为 柳柳州 先生 请 先生 您看 这是韩玉先生专门为您写的 柳州罗池庙碑 韩玉先生专门 由后世另外一位大文豪 苏氏所书 这是退职所做 韩玉先生为您写过三篇文章 这是其中一篇 讲述您在柳州的事 这上面写着 栗子丹西焦黄 杂窑书西敬喉堂 说的都是柳州人民对您的敬爱 有劳退职了 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和您的朋友有关 带您去看看 先生 您看 这是刘雨昕先生 历史多年 将您的书稿整理成集 命名为 唐柳先生纪 传于后世 柳先生曾经说过 不得之于今 必将取归于后 您的文章 思想 因为这套文集 都已经取归于后了 看 开宣问唐树 如耳又松弦 醉勿已无限 乐又山也间 浮云难折望颜 雪涌难关眉前 孤舟寒江都掉 天地清爽甘甜 挥手向来潇洒出 浮沉中风不为暗 迎着命运的烽火 人生一缕度偏见 采放越写越灯火 总是会毫破万全 温言穿越千年 皆赴真心 于河山